闭上你的眼睛 就在今天 我又找到了一个特别的恐怖模组 这个模组的名字是 闭上你的眼睛 据我听说的 在这个模组里面 有一个类似鬼魂的怪物 它不喜欢被看见 当它出现的时候 整个游戏画面 就会产生闪烁的效果 因为那个怪物 想要让玩家闭上眼睛 那因为这个模组比较特别 在我开始之前 我必须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对闪烁画面 有敏感症的话 这个视频你就不能看下去了 因为这个模组会让我的游戏出现大量的闪烁画面 也就是那一种一闪一闪的画面 所以你已经被提醒了 那么就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Minecraft闭上眼睛 那么这个模组的名字是非常的直接的啦 你们要注意闭上眼睛哦 如果那个怪物出现的话 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对闪烁有敏感的啦 所以我不太担心 话说这个出生点就这么多羊了 不好意思了 羊先生我要垂死你了 不要动不要动 乖乖的死就好了 那么呢我想跟你们说呢 只是这样子听这个模组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怪物应该是没有办法被杀死的了 当然我不知道 主要还是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他模组介绍那边 什么声音 你不要耍我啊游戏 我才刚进到来游戏还没到五分钟的哦 你就给我那些诡异的声音了 完全不打算给我说话啦 现在就是 看来面对这个敌人我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我可不想因为这个怪物让我获得了敏感症 又来了 为什么一直有那个声音 给我一点时间呢 不要来的那么快 这模组里面的怪物会不会攻击我的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是那一种只会出现来吓我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看看他有没有本事吓到我的 你们都知道我的 我已经玩过这么多的恐怖模组了 我并不觉得他可以吓到我了 我现在就是一直听到那个 对就是这个声音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声音 看来我这个出生点非常的完美了 因为我根本都不需要担心食物了 太多食物在附近了 然后我现在才注意到哦 在下面那边有一个眼睛的你们看到了吗 那个眼睛是什么意思 oh my god 真的是蛮诡异的 难道我真的要闭上眼睛吗 他出现的时候 你要我闭上眼睛 做梦啊 如果可以这样子挖到一些铁不就好咯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哦 阿兰哥 笑个毛啊 都没运气你还笑 有病了 没有什么出现呢 然后现在那个声音停下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一直听到的 现在没有了 oh my god 我才刚刚说完吧 那个声音又来了 什么都不缺呀 我住在这边 太爽了 他那个声音就好像那种地震的声音 就这样 咚咚 这样的声音 什么鬼啊 又来了 哇 你这样子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有点诡异啊你 你挑战我 难道你是鬼上身的羊 差不多要晚上了 用最短的时间 做出一个房子来保命了 确保我的附近够光亮才行 是不是真的出现鬼啊 一个不喜欢被看见的鬼 oh my god 骷髅人倒是出现的 哈喽僵尸先生 你好啊 从头到尾 这个第一天就是一直听到声音 没有东西来 我是该害怕吗 这样的话 对不起 我不害怕了 虽然我知道这个鬼魂不喜欢被看见 可是你也没有必要完全不出现吧 呵呵呵 你完全不出现我是真的看不见你了 那声音又来了 又来了 什么意思呢 你这个声音你是出现了还是什么 这玩意怎么刷新的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随机刷新才对啦 通常这一种怪物 而且在模组介绍那边 他也没有说要去特定的地点什么的 OK各位我们等到天亮了 到了结果呢 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出现的 那么今天呢 我还是打算去找铁啦 就做铁套装那些罢了咯 我现在什么装备都没有 如果他真的出现来攻击我呢 果不就一瞬间完蛋了吗 对不对 我还是得做装备的呀 那么经过了第一天 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他并不是那种会一直刷新的怪物来的了 应该是蛮稀有的他刷新 反正他第一天没有直接出来就已经证明 他不是刷新的很严重的怪物啦 OK然后我现在要去找山洞了 我的家好像那一种兔头大叔这样 OK我从这边开始下去吧 应该没那么倒霉挖到眼匠的了 我相信我自己 诶有路了 oh my goodness 这边应该不安全吧 我下来了 oh my god 一下来就看到你呀 真的是 快点走开 我什么装备都没有 走开 不要来的太早了呀 你们 找到铁了 完美 要马上用才行这些铁 来了 我的大力铁谢谢 真的没有什么出现了各位 yes sir 我的盾牌来了 的的的的 高支来了 的的的 然后还有四个铁钉的话 鞋子来了 的的的的的 更多的铁 oh are you serious 哈哈哈哈哈哈 啊我又要重来了 我的东西应该是不可能 拿回来了 come on man 倒霉的阿浪哥怎么搞啊各位 又要重新 杀点动物 烧点肉 砍点木 又要重新做石头的工具 什么的 这第二天呢 我还什么都没做到呢 我真的对自己太失望了 作为一个 专业的漫画玩家 我平时第二天都已经做出 铁套装那些了 你知道吗 这一次我真的是失败了 彻底的翻车了 明明什么怪物都还没出现 我就已经翻车了 多么的尴尬这是 作为一个专业的漫画玩家 你说对不来 屋漆吗 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的了 我回家了 回家睡觉吧 没办法了 我想要做了铁套装之后 才等那个什么鬼魂出现 说不定睡觉才会有什么发生呢 没有 没有事情发生 what the 这我就搞不懂了 OK 总而言之不管了 我还是赶紧出发去收集铁 之后就一直等它出现了 不是要我闭上眼睛吗 你都不出现 我还闭个毛眼睛吗 我知道我刚刚找到的洞在哪里的 我应该还记得的 啊各位我回来这个洞了 oh my god又来了 你有看到了吗 这下面又是直接跌下去的 my goodness 我刚刚就是这样死的了 到了现在这么久了都没有东西出现了各位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东西到底会刷新的吗 我已经开始怀疑了 你知道我很矛盾吗 有时候我就遇见一些恐怖怪物哦 是刷新的很严重的 然后另一种怪物就是这一种了 不会刷新的 很久很久才会刷新一次的 就两种都让我很头疼 你知道吗 ok这边不会跌死的吧 这边可以下去的 很好 wow oh no 真的是啊 我刚刚就是跌下去那边了 非常的好啊 阿朗哥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了 你们放心 谢谢这个苦力帕 他帮我炸出这个铁来了 不然我都看不到了 ok 铁套装完成 oh my god 又是你啊 亲爱的 亲爱的滚蛋 我可以很轻松就做铁巨人了 说实话 因为这边的铁太多了 然后我看不到这下面有多高 有点害怕 对了 慢慢的做一条路过去就好了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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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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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寇龙人啊 你在哪里 这边这么黑我都看不到了 yeah ok各位我又回到来家了 太平静了啦 接下来我不会再去哪里的了 我必须等这个什么怪物出现才行 ok 然后为什么我不能睡觉 谁在挡着我睡觉 你这个小玩意吗 嗯 笨蛋了你 挡着哥哥睡觉 找死 ok 各位 反正我都有这么多铁了 我还是做出来吧 铁巨人 虽然可能都是没有必要的啦 ok 不过我没有理由把这48个粗铁收着吧 还是要拿来用掉吧 那边也有南瓜了 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了 所以我就说住在这边实在是太棒了 什么都不缺 这个怪物我要怎么称呼他 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叫他鬼哥吧 鬼哥先生 你还不出现吗 我等你等到我脖子都变长了 Let's go 所谓的广东话 等你等都 给你都抢买啊 有听过吗这句话 应该有吧 你们有看电视剧都有听过吧 神兵召唤 铁哥 铁头哥 你又来了 我每次都找你啊 真的是啊 在上一个世界铁头哥死掉了 我上一集挑战那个小丑劫机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 记得先去看一下哦 好了各位 接下来呢 我什么都不会做了 我会去玩一下王者荣耀 然后就是等那个怪物出现罢了哦 我会在家这边等哦 不过现在呢 让我最后的 放多一点火把在我家附近 这样的话 万一他出现 我都不会看不见他了 OK 我在玩着王者荣耀啊 打他 OK 闭上眼睛 各位闭上眼睛 这玩意真的要把我给弄眼瞎了 没来的吗 what the 什么玩意啊 这个东西 他就刷新来吓我一下罢了 OK我终于等到他出现了 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不好啊 应该是说 你们有被吓到吗 我是被吓到了一点啊 OK我的王者荣耀 我死掉了 非常的好 这东西可以被杀死吗 我不觉得他可以被杀死哦 根本都没有机会碰他的 可能他不只是一个形态 他可以被杀死什么的 我不知道 这一次我开着这个门 看看他会不会进来 他进来的话 我的铁巨人和我就可以打他了 OK 怎么了 打他对了 你个蠢蛋 你给我的铁巨人 Oh my god 我的眼睛要瞎了 我的眼睛要瞎了 Oh my 铁巨人保护我 我挡着就可以了 what the 这玩意又是那种 会一直消失的 铁巨人你做的太好了 我果然还是把你做出来最好了 我爱你啊铁头哥 铁巨人对他有反应是好事啦 可是没有把他打死 他刚刚是死的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我没有那么害怕了 因为已经看见他了 OK 我们再等多一个晚上吧 看看怎样吧 又来了 又来了 Come on 不要再弄那些画面鸟 我不怕你的 Come on 打他 过来 过来进来啊进来 Oh my god 我的眼睛受不了 Oh 他秒杀我的铁头哥 他果然是有两种形态的 他刚刚进入那个 一击必杀的形态了 他把我和铁头哥都给秒杀了 怪不得他不是那种 一只刷新的怪物啦 他都无敌的 他一击我们就死了 No way 我又害死铁头哥了 我真是对不起你啊 铁头哥 我早知道不把你召唤出来了 可怜的铁头哥 我可怜的铁头哥 我要为他抱球 你有本事就再来对策 噢我开玩笑的 你还真来了 你还真来了 诶 Stop 闭上眼睛各位 闭上眼睛就没事了 没事了吗 没事了吗 Oh my god Oh my god 哇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哦 我的眼睛都受不了哦 我明明没有那个敏感症的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哦 他这样子一直闪一直闪哦 闪到我有点头痛哦 老呗这个怪物 所以我现在一直等呢 他真的一直出现了啦 再加上我们看见呢 他有两个形态的 一就是他会让你的画面 一直有那个闪烁的效果 让你闭上眼睛 二就是他会直接来杀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怪物啦 就是他出现的时候 玩家要快速的判断 他是哪一个形态 他是要让你闭上眼睛 还是他要过来杀你 就是如果你判断错了 他是要过来杀你 你去闭上眼睛的 你就死定了咯 真的是蛮特别的 不过这个是真的很伤 你的眼睛还有脑袋啊 他这样子闪闪闪 我再等多一次吧 他应该没有更多的形态了 我看到了就这两个形态啦 Come on man 来了 在哪里 Oh my god 又来了 什么形态 什么形态 Oh no 不要闪好吗 哎哟 好的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 那么你们有乖乖的闭上眼睛吗 不得不说啦 他让画面闪烁的那个形态 真的让我眼睛有点痛 还有有点头痛的 真的那个画面一直闪闪闪闪闪 真的是很伤脑袋啦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啦 他是无法被杀死的怪物啦 那么如果有什么恐怖模组 你想要我去挑战的话 都可以写在评论下 让我知道的 记得大大地点个赞 点个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Oh my god 我的头痛啊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